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不要太担心 我看哪 他爸爸不会有事的 希望没事 我早就说过别去别去 就是不听的 你怎么能怪我呢 那我是为了谁呀 就是你那个婆婆太不是东西了 你一句道歉的话都不愿意讲 要不也不至于呛起来呀 谁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 我还以为颜家有多高雅 多斯文 不过如此 刁民 你 行了 别说了 我还是去趟医院吧 都几点了呀 这么晚了也不安全哪 你有没有车 要不给颜川打个电话吧 他要是能接的话 我就不着急了 我就不着急了 妈 我走了 我 你家呀 妈妈心疼你知道吗 看似你嫁进了豪文 可过得还不如我们平民呢 到头了 也该结束了 你这雪下呢 雪啊 还没回去啊 把好你自己吧 要不要送你啊 妈 基本不对啊 不认啊 你去哪儿了 怎么了 严密两家开战了 这要是出人命啊 就要成仇人了 嫂子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跟夫一定会有事的 严川 我跟你说 这个混你离也得离 不离也得离 我不能再看你们一家 他就是个丧门星 你就是瞎了眼你才娶她 嫂子 嫂子 算了 别生气了啊 谁是严国平家属 我是 我丈夫怎么样了 她是脑血栓 要转到重症监护室 你们先进去看看吧 她有生命危险吗 这很难说 反正不容乐观 估计最好的可能 将来也是要坐轮椅的 是 谢谢你大夫 谢谢啊 谢谢啊 你来干什么 我担心爸 你都听见了吧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对不起有用啊 我好理说 你现在是毁了我爸的晚宁生活 真的对不起 别跟我说对不起 你 滚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严川 我叫你给我滚 你别逼我动手打你 那你打吧 我该的 你 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来 不要有事为事就往娘家跑 去跟你妈诉苦 有什么你撑着我来 打也好 骂也好 关上门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非要这么闹吗 可我们有空间吗 我怎么这么闹 我怎么这么闹 你怎么这么闹啊 你们家哪双眼睛不是盯着我的 哪回吵架你妈不上阵呢 你说 我凭什么挨骂 我心里面难过 我跟我家里人说说怎么了 可是再怎么样 你也没有必要挑起两家人的矛盾呢 见我们家的中间很为难的 你找你妈过来干什么 给你撑腰啊 显得你们娘家有人是不是 非要把我们家折腾得天翻地步 你才痛快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现在你满意了吧 别穿了 真的很对不起 晚了 离婚吧 离婚吧 这是我们的离婚证 请收好 我 你怎么出演了 用得着你管吗 从相爱到今天七年啊 我现在自由 算我多嘴 这是你家的钥匙 我东西办完了 开个家吧 我说了 我不要一分钱 赌气当不了饭吃 没你我也饿不死 我是不想太亏待你 是我欠你的 我希望你爸能早点康复 我 也希望你将来能过得好 假不假 我是真心的 对你我从来没有假过 打就打了 骂就骂了 别恨我 走了 走了 毕家 你自己保重 你爸 我都在睡了 你他们在买了 我看买了 你你别做了 我来看买了 你快去摹换了 快走开 妈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们俩真离婚了 那还有点啊 他让我说呀 离了好 你说你姐姐那个婆婆啊 就像一个母叶叉 要这样过下去啊 为了孩子的事情 他就能把你姐姐逼疯了 所以我支持他离婚 妈 那你告诉我 我姐姐回 捞了多少钱 钱钱钱 你就知道钱 他们俩都离婚了还不捞钱 要不然我姐她 嫁进豪门有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是老打呀 你冲我发什么话呀 你姐姐嫁进豪门是不假 肯定是碰了巧的 我们老允家可不稀罕 你看你们又来了 您瞧你这老风景思想 既然我姐这么幸运嫁进了豪门 干嘛不真行 要我说呀 咱死也得抱着 那你姐姐没有这个福气 抱不住 抱不住就分呗 那这不是分了吗 分 二二不答应 我告她去 你去告啊 手续都办好了 你姐姐呀 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 净身出户 真的呀 把你的嘴巴闭起来 是不是真的呀妈 想想啊我也来气 你说这个死丫头 真是傻了吧气 你总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吧 谁说不是呀 你说咱们街坊四林 谁不知道啊 她是严氏集团的少奶奶 现在给扫地出门了 空着手回来了 你让人家背地里面怎么讲我们呀 不管怎么样 你也要给自己弄一套房子 让自己有一个安身之地呀 你就是有千错万错 那也是自己应得的 对吧 现在好了 空着手搬回来了 又要跟我同床了 这严家呀 真不是东西 严川也是 夫妻一场做得太绝了 你放心啊妈 马上就吃饭了啊 妈 我姐人哪 买醋去了 对了妈妈 我还想问你呢 你跟米强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你问我呀 跟你说实话吧 我今天啊就是为了这事叫你的 我正打算去你们家呢 你看 那这是干吗 我要跟米强做个了断 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行了 别开玩笑了 别乱来啊 我没有乱来 我是动真格的 他该欺负人了 说好了今天跟我去领结婚证的 他 他凭什么这么对我呀 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捅死他我 毛毛 毛毛 米强 米强你给我出来米强 毛毛 米强你躲在里面干什么 毛毛 出来啊你 你给我出来 你 你 我先放下来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小心啊 阿姨 你放开我 快放开 进屋里面进屋吧 进到房间里 放开我 快进到房间里面去 放开我 把刀子放下来 把刀子放下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你想干吗呀你 阿姨 我跟米强一块长大的 我们俩同学有两年多了 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 这个您是知道的 所以现在 我生是你们米家的人 死是你们米家的鬼 如果不想要我的话 可以 今天我送上门来了 是死是活 您看着办吧 孩子 把刀子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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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毛毛啊 好不好 你 那你等一下 你想干吗呀你 拿到房 米强 法证领了 马上结婚 妈 妈 哎呀 妈 我不想结婚 你别逼我行不行 我不结婚 你不想结婚 你为什么要骗人家呀 你不想结婚 为什么要和人家同居两年呢 我问你 你占了别人的便宜 你有本事给我吐出来呀 我把刀子放下来 我把刀子放下来 你别打我 你听我说 妈 妈 你别打了 妈 你怎么跟你说的呀 妈 你别打了 妈 你别打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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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了 你把我把你家里都丢进了呀 妈 妈 你不知道错了吗 妈 不是个东西呀 你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妈 别生气了 算了吧 去呀 我去还不行吗 去呀 快去呀 马上去 走啊你 阿姨 妈 姐 那我们去了啊 去吧 讨厌 等我一会儿啊 这个混账的东西 这个混账的东西 等一会儿啊你 行了吧 妈 别生气了 来 坐会儿 你说我受了一辈子的寡 你说我受了一辈子的寡 好不容易把你们两个人拉扯大了 就这么不让我省心了 妈 对不起啊 你别生气了 你去 把言传给我叫过来 把言传给我叫过来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你们两个人失离了 可是我还跟他没完呢 我得问问他 我嫁的是女儿 不是生孩子的机器 机器坏了可以扔掉 人不行 去 把他给我叫过来 你听我说啊 我 明佳 明佳 怎么了你 没事对是不是 没事 我最近觉得胃有点不舒服 我 最近一直都觉得胃不舒服啊 那你 那你那个 多长时间没来了 好像 快两个月了吧 是吗 是吗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是 说你不生你还真的不生啊 走 我们马上走 妈 拿着 干嘛呀 去医院 来 我们得到医院呢 好好地检查检查 妈 不用那么紧张吧 谁说的 妈 真的不用那么紧张 怎么能不紧张啊 真的没事 地上滑当心一点 哎呀 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粗心呢 慢一点 怎么样啊 妈 到底怎么样啊 妈 你看 你看 我真的怀上了 真的 好 你这样啊 真是太不容易了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啊 医生说了 这是个珍贵儿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 也许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那我们把颜川叫过来吧 妈 您说什么呢 叫他来干嘛呀 什么叫他来干嘛呀 你傻呀 你肚子里的孩子他是他的爹呀 你怎么能不让他知道 妈 您觉得 我跟他还有可能吗 他爸 现在楼上住院呢 都已经瘫痪了 都已经瘫痪了 这两天我去看他 还被他妈戳骂了一顿呢 现在我是我 他是他 这个孩子对我非常重要 可是对他就不一定了 他现在是个自由人 他还可以再婚 他还可以 找别的女人为他生孩子 好了好了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们先回去吧 回去我们再慢慢商量 好不好 我们走吧 你慢一点啊 妈 我没事 我没那么金贵 谁说了 我告诉你 九十六号 单小云 我跟你讲 起来了 曾经老后这个鞋子不能再穿了 这是你们的结婚证 请收好 谢谢啊 你给我看一眼啊 你给我看一眼啊 你是不是特得意啊今天 你说我有什么好的呀 今天 你是没什么好的人 那你干嘛非赖着我呀 谁赖着你了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得了吧 你也不撒疯尿杖 要照着你自己 就你这副德行 你凭什么跟我吹啊 我告诉你啊 米切尔 现在呢 咱们两个已经是夫妻了 想要跟我离婚啊 门都没有 除非有一天我想明白了 不想要你了 把你给修了 想要自由吗 门都没有 哎呀 哎呀 你 米强 打了你好多电话都没接 你还在国外吗 我怀孕了 你看见短信后 你尽快跟我联系好吗 想你 小云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这怎么让我干什么 你 你 干嘛呢 走啊 好好好 来来来 我怀孕了 你 我怀孕了 你 我怀孕了 你 你 我怀孕了 你 给我 我怀孕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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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呀 我该怎么办呀 えー 来 别累着你 管你不跑 没事 真是冤家路窄啊 你说什么 我说冤家路窄 妈 咱们走吧 走 跟这种泼妇是没什么好说的 你说谁泼妇啊 说你呢 你就是个泼妇 一个地地道道的母夜叉 我们老颜都瘫痪了 都是因为你 都是你的错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没有说让你原谅我 我是有错 但是你也跑不掉 我们两个人半斤八两 妈 算了吧 不要怪我 我得跟她讲清楚这件事 干嘛来了 来给女儿看不孕症来了 大神不跳了 不管用了是吧 你等着吧 有喜讯告诉你呢 你这样 跟她说 妈 妈 妈不住了 迟早得知道 跟她说 我怀孕了 听见了吧 我的女儿怀孕了 我的女儿怀孕了 那又怎么样 哪个正常女人不会生啊 她爱怀不怀 我们老颜家呀 不稀罕 听到了吧 听到了吧 你妈妈就是这个德行 你们家不稀罕 我们家还不稀罕你们呢 走了 等等 妈 敏家 我们谈谈吧 谈什么呀 有什么好谈的呀 你们家里好好商量商量再说吧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们啰嗦了 走 走吧 妈 妈 你能不能变面太多 那可是我的孩子 可你爸只有一个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那您告诉我怎么办 总不能放着不管吧 你是不是想复婚呢 是 你回答得挺干脆是吧 我告诉你 你想都别想 我死都不会答应他 妈 妈 妈 你听我说 那是咱们下的孩子吗 爸 咱们在吵着呢 妈 给我吧 开饭了 妈 菜都够了 别做了 是啊 妈 我们家里今天是双喜临门 所以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来 哎呀 你别倒了 别哭了 都喝多了 喝多就喝多了 有什么呀 我要是没喝多 还得给你冻房花烛去 我还不如喝多了呢 早没那新鲜感了 你说什么呀你 你再给我说一遍 什么叫没新鲜感了 你再给我说一遍 干吗呀 毛毛不要理他 你把这话再给我说一遍 不要理他 他猫尿一喝多就这个鬼样子 满嘴的屁话 我们都习惯了 来来来 吃吧 我还是不是你儿子呀妈 这是你瞧屁股 什么都以我姐为荣 没错啊 他人长得漂亮 学历又高 最重要的是嫁一好丈夫 对吧 妈 那怎么让他给踹出来了 而且还是净身出户 一分钱都没捞着 要我说这就叫丢人知道吗 你今天是不是还要找打呀 你呢 雨昌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啊 我是招你还是惹你了 你没必要说这样的话来嘲笑我吧 我怎么能嘲笑你呢姐姐 我是替你着急呀 你想想你都怀孕了都拿不住人家 妈 你看 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有 那是我自己的事 用不着你管 你别跟妈学呀 说什么呢你 干什么呀 本来就是嘛 咱别一副人穷制不断的样子 你在这儿盐川面前 你该低头的时候你就得低头 你别硬来呀姐 她这么有钱 对你又好 姐 你上哪儿走啊 你得抓住机会呀姐 急死我了 你说够了没有你 米家 这种时候不要动气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说这样的鬼话 我绝对饶不了你 米家 来 坐下来 姐 米家呀 米家 怎么回事啊你 说什么呢你 你是困扯的东西 你说你这张臭嘴 能不能拿蜂巢给你封起来呀 我说你们都太不误实了 你跟着她闹腾吧 人盐川什么样的女人长着 就她那批子 人不羞她才怪呢 你得空手 你好好说说她吧 干嘛呀她 米家 你怎么来了 这还用问吗 来找你谈谈 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吗 怎么了 不开心啊 我开不开心 你关心过吗 要不是我怀孕了 你会来看我吗 早就忘了吧 我知道 你盐川身边不缺女人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拿孩子说事 来缠着你的 我说你这莫名其妙的 是哪门的错啊 我外面有什么女人 让你抓到过吗 有也不奇怪呀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不用拿这提醒了 我们复婚吧 我们复婚吧 说什么呢你 你爸已经瘫痪了 这我是有责任的 再说了 你妈能答应吗 再后的兵也能融化 要看你怎么去做 复婚是我们的事 你我说了算 好了 答应我 我凭什么答应你啊 对我一点都不好 你还要我对你怎么好 那好为什么要离婚呢 不管什么理由 归根到底 就是你对我不好 像你这样的人呢 只适合做儿子 不适合当丈夫 无力取闹了吧你 你这话说的 可没有道理啊 我问你 如果我要不是你丈夫 你肚子里的孩子哪儿来的 谁 好了 走 跟我见我爸去 走 你别拉我 万一拉流产了 你负责 你干什么呀 我撒尿呢 我问你 什么叫没有新鲜感了啊 哎呀 什么新鲜感 我说了吗 我喝多了 我喝多了 真的 行了吧 我告诉你啊 米强 你最好别把我当一泡尿给撒了 你有什么呀 你什么都没有 你连个像样的婚礼你都给不了我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 对 你说的没错 我不是男人 行了吧 那怎么办 凑合的过了 哼 这样条件 我比谁差啊我 可是现在 我觉得我嫁给你嫁亏了 这世上还有我这么傻的女人吗 跟了你两年多 还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你 你这时候都出不上 你看你 你现在出去找到三培 你还得给人钱呢 我算什么呀我 行了行了 我亏不亏啊我 你良心都不给我吃了是不是啊你 你干什么呀你 这个混蛋 混蛋混蛋 别闹了小点声 别让妈听见了求你了 混蛋 混蛋 别闹了祖宗 别闹了行不行 你干嘛呀 别闹了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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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在一块两年多了 你都不了解我 你真是 我跟你说实话 这男人一旦结了婚就得负责任 我害怕 我真害怕 算你说的这句人话 你还知道男人要负责 你小点声 咱俩不都结婚了吗 对不对 生什么气呀 哎呀真是 你了解我 我这个人没有别的优点 就是床上也嘴巴蜜 我把你当王母娘娘贡母 这还不行呢 走 别说的好听 那你亲我 亲你 这是牦房 你闻这味 这是亲你的地方 不行 亲不亲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亲我 咱俩就憋死在这儿 亲不亲 你亲不亲吗 亲一下就没 不行 并不是事呢你 我要尝的那种 你亲不亲吗 别闹 别闹 你亲我吗 你亲吗 你亲我吗 你亲我吗 快点 你亲我 你亲我 你快点吧 走 亲不亲 亲不亲吗 走 别闹 我把你动花花 不行 你快点 您拨的用户忙 请稍后再拨 订阅员已经忙了 请稍后再读 你 米强 你在哪里啊 为什么老关机啊 回国了吗 我怀孕了 总要见个面 商量一下吧 如果你想躲的话 你是躲不掉的 就算你跑到天边去 我也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发誓 小云 没有 谁呀 谁啊 你这样敲门啊 来了 谁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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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冤家上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